终于致电总统当选人拜登 祝贺他当选美国总统 根据大陆官媒新华社的消息 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 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不仅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 而且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 希望双方秉持不冲突 不对抗 相互尊重和做共同的精神 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 外界推测大陆等到这个时候 才祝贺拜登关键在于 美国总务署已经通知拜登 将正式启动政权过渡程序